菲律宾议员狮子大张口理智气壮要求美国提供一艘万吨级别的巡洋舰 并不断暗示这有助于加强美飞之间的友谊 并表示得到该战舰后将会用于在南海捍卫主权 乍看之下 飞方的有些要求痴心妄想 但仔细研究一下 我们不难发现 美国也许真的会答应这个请求 为什么这么说呢 10月15日据马尼拉公报报道 菲律宾众议院议员罗德里格斯曾写信给美国官员 提出让美方向菲律宾捐赠一艘军舰 飞方打上了美军哪艘军舰的主意 罗德里格斯直言不讳 美海军即将退役的菲律宾海号巡洋舰 为什么是菲律宾海号巡洋舰 罗德里格斯表示 菲律宾海号巡洋舰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菲律宾海战而得名 菲律宾海号巡洋舰富有含义的历史背景 并罗列了一系列菲律宾海号巡洋舰的事迹 例如曾参与解救邮轮 维塔索索号上的26名菲律宾船员 又如参与了美国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菲律宾海号于1989年3月服役 至今已在美国海军服役超过30年 菲律宾海号是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 该级别舰艇是一艘不折不扣的盾舰 排水量接近1万吨 搭载了128个MK41垂发单位 甚至比055的112个还多 可以发射标准防空导弹 战斧巡航导弹 以及鱼叉反舰导弹等 这使得菲律宾海号具备了强大的防空 对地攻击和反舰能力 作为一艘大型盾舰 菲律宾海号在区域防空能力上是非常出色的 据美国海军的计划 菲律宾海号预计将在2025财年退役 随着导弹巡洋舰的老化和维护成本的增加 美国海军决定逐步将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退役 以便为更先进的导弹驱逐舰和星座级护卫舰让位 要来的军舰干什么 罗德里格斯说了 菲方要将其部署到中国南海 其在后续追加表态称 如果美国能够在移交前翻新这艘军舰 那么菲方接收后 就可以用它来加强菲律宾海军和海岸警卫队 在岛屿附近的海上巡逻行动 其中包括在中国南海 过去 菲律宾从美国获得了不少的舰船和其他军事装备 这些被美国以过剩防御物资装备的名义 赠予或出售的方式转让非当局 实际上 美方就是希望通过军援菲律宾 加强其对抗中国的实力 不过 从美国转让给菲律宾的舰艇 大多来自美国海岸警卫队 包括在2023年编入菲律宾海军的两艘巡逻舰 罗德里格斯表示 他已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国防部长奥斯汀提出这一请求 菲律宾媒体表示 如果菲律宾海军能够装备菲律宾海号 将对菲律宾海军的海上作战能力带来史诗级的提升 这主要基于舰艇本身先进的防空作战能力和事态感知能力 有这两项能力是现代海上作战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作为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核心 宙斯顿系统通过先进的多功能相控阵雷达 实现对空中海上目标的全方位监控 它能够同时探测、追踪并处理数百个目标 使舰艇具备应对密集空袭和饱和攻击的能力 相较于菲律宾目前缺乏有效远程防空系统的情况 宙斯顿系统的引入将极大提高其防空能力 菲律宾海号装备的垂直发射系统 可以发射标准防空导弹 其中具备中远程防空拦截能力 这意味着菲律宾海军将首次获得具备区域防空能力的战舰 使其不仅能够保护自身 还能为其他有舰或关键海域提供防空保护 此前菲律宾海军舰艇的防空火力 主要集中在小口径防空炮和短程导弹 无法有效应对现代战斗机、巡航导弹等远程威胁 而菲律宾海号的装备将弥补这一巨大缺陷 此外,对于菲律宾海军来说 菲律宾海号也能让飞军的事态感知能力提升一大截 菲律宾海号具备先进的数据链通信能力 能够与美军的舰艇、海上巡逻机、陆基指挥中心等实时共享信息 这使得菲律宾海军能够建立起一个综合的海上监控网络 大幅度提高事态感知的效率 在当前南海局势紧张的背景下 这种信息共享能力尤其重要 因为它不仅使菲律宾海军在面临威胁时能够迅速反应 还能与盟友协同作战有效提升海上威慑力 而且,近期解放军055频频在菲律宾附近亮相 对菲震慑意味明显 若有菲律宾海号便可以对抗解放军055大区 此外还有菲媒称 未来菲律宾或将菲律宾海号当作固定要塞 直接冲滩鲜冰礁 将其当作侵占中国岛礁的固定防空要塞和情报中心 但是,美专家维切特认为 菲律宾海军无论有没有菲律宾海号 对于解放军来说没有任何区别 解放军的体系可以确保其在南海 轻松应对这艘老旧舰艇 如果菲律宾当局再获得这艘军舰 愚蠢道将其冲滩在仙宾礁 055大区射程超过1500千米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 可以轻松粉碎菲律宾海号 而对于这种新锐武器 菲军根本没有任何能力防御 不得不说 菲方倒是稳稳拿住了美方心态 光凭这点怕也很难拒绝吧 当然,要求美方无偿捐赠的要求还没完 罗德里格斯又对美方提出新需求 希望美方在捐赠前可以先将服役多年的这艘军舰翻修一下 老实说,菲律宾的要求有点现实,又有点异想天开 现实在,其目的明确,这种主动投诚的行为很合美国的心意 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从未熄灭过 既然有人主动给中国找麻烦 美国何乐而不为 异想天开在,居然还想让美国给翻新 这无疑是让美国直接送钱的行为 况且,美海军现有舰艇需要排队等维修的都要很长时间 等到专门给菲律宾翻新,要等到猴年马月 那么,罗德里格斯的这封信能打动美国吗? 倒也不是不可能,毕竟有个先例在 众所周知,至今非法坐摊在中国仁爱礁的马德雷山号 曾一度给中国,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而这艘舰,原本就是美国海军的坦克登陆舰 后来捐赠给菲律宾的 要知道前两天,菲律宾的一艘公务船与中国渔船相撞 菲律宾方面立马就指责中方蓄意撞击 后被中国外交部怒怼回去 这种碰瓷粒子比比皆是 喜欢碰瓷的菲律宾公务船 没少被中国海警队的水炮滋水 受够了的菲律宾想拿菲律宾海号巡洋舰回去改装 给中国滋回来,也不是不可能 但菲律宾的计划真的能实现吗? 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即便美国政策松口真的将船只给到菲律宾 菲方有没有能力操作、维护又能否有效融入其海军体系才是关键问题 其次,从军事装备出口的角度来看 美国一向不会轻易将顶尖装备出售 更不要说无偿赠予 以往所谓的赠予通常都是一些已经被美国军方淘汰的二手装备 具有低廉的维护费用和有限的作战能力 美国向菲律宾提供退役巡逻舰的例子 也只是随意施舍 在大国战略面前微不足道 尽管这些破烂舰艇对中国构不成实质威胁 但是架不住菲律宾还可以玩坐摊那套恶心人的把戏 碰瓷的胆子,菲律宾一向不仅有,而且很大 这一点中国必须警惕 菲律宾在南海与中国的纠缠只会是一场会输的消耗战 中国的态度很明确 对于无理挑衅绝不会让步 至于菲律宾想要依靠美国来改变南海局势 无疑是痴心妄想 从联合力建2024B,金眼隔天 美菲两国就在菲律宾北部、西部 开展海上战事合作、军事演习的行动来看 比起提供军事装备 美方似乎更愿意通过秀肌肉的方式 为菲方提供安全感 顺带对中方施压 报道称今年的海上战事合作演习将持续整整10天时间 美菲两国各派出1000多人参演 另外澳大利亚、英国、日本、韩国也派人参加 分析认为东盟国家拒绝在南海问题上跟风菲律宾后 马克思政府似乎只有孤军奋战这一条路了 这种情况下 美方继续以军演的方式为飞方打气 就是希望飞方延续之前的挑衅势头 继续给中方制造麻烦 不过暂时还不想跟中方正面交锋的美国 大概也只会以这种方式对华施压 而不会让本国军舰下场同中方硬碰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